各位師兄好,又是我Candy 跟大家研究一下馬仔 如果未訂閱我的朋友,可以按一下訂閱的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有片提示大家一起看 如果廣告不太討厭的,可以按進去看看 當你對我實質支持 先跟大家講一下今天的賽事 今天的賽事是傳來的 但今天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件事 原本今天是跑快活谷的日馬 27號賽事是快活谷草日馬 因應馬會作了調動 本來30號泥地賽事調到今天 將快活谷日馬的賽事調到30號泥地 即是倒轉了 究竟對那些練馬師、馬匹的部署有沒有影響呢 各位自己去評論,我就不想評論 例如有些練馬師打算在泥地出擊 做少了三日功夫,有沒有影響呢 不得而知 有些賽事的,馬操好了 然後延遲三日跑 即是讓他量度一下步 保持一下功夫 就可能OK的 但延遲幾天,究竟有沒有問題呢 那就... 跑過才知道 好啦,不講那麼多口水 只不過是提提各位師兄 會不會有些什麼 因為有些練馬師突然出馬都出少了很多 都不是很尋常的 好啦,不講那麼多了 先講到第七場賽事 這場第七場泥地三班千二米 先講到神粗 一號的招九馬,五保持功夫 二號的銀子,薛恩,保持功夫 三號聚標,利敬國,保持功夫 四號軍力敬,蔡明肖,保持功夫 五號的飛天劍,新馬來的 沈娜又試過集 跟著就... 等一下沈娜還有誰 我忘記了 沈娜... 兩貨沈娜 兩貨沈娜有試集 都很積極的 六號的法財先生 貝力斯有試集 很積極的 七號的天武運,保持功夫 八號的盛大光輝,蘇迪雄 碰過,保持功夫 九號的竅君,楊明倫有碰過 十一號的 曾經試過泥集是快的 但是去跑草地又沒有速度 十一號的公正陽明,保持功夫 十一號寶山英,莫雷拉有試過集 快集的 這隻馬都是快的 莫雷拉親自試集 十二號的分道笑,保持功夫 雙病馬方面 法財先生 三月幾流過鼻血 添好運 六月幾不良於行 健康不穩定的馬 兩隻 不適合路程 未必是不適合的 聖大光輝 突然暴離短 1650是最好的 我沒有說他不適合 他也是有速度的 再加上一隻新馬 有幾隻不穩定的因素 再加上神粗 調動 李勁國審拿 佩力斯 蘇迪虹 楊明倫 墳粗 那方面沒有 碰過的 都是那些 那些 騎連 上次騎過的 銀子 上次引起爭議 莫雷拉 今天沒有騎 就騎了寶山英 換了蝕恩 軍力勁 上場潘頓騎 放了回來 守住 然後就斷 潘頓騎了 朝五晚九 然後 楊明倫 上次騎 公正楊明 都是選擇 他的好拍檔 容天鵬 那隻 莫雷拉 不騎銀子 就騎回寶山英 上次也是他騎的 蘇迪虹 上次騎 分道少 蘇迪虹 騎回他師傅 的聖大光輝 騎師 上面的調動就是這裡 寶山英 剛剛上來三班上場 就跑過第四 就被那些 楊清風 那些 那些 琴了 因為 檔位不太好 今天 都是 三班 但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些 因為今天的賽事 其實真的不太好 大家如果看過報名表 或者看過那些 真的不太正常 那些 那些 一二選 報名 連馬斯報名 多 和小的頻率 都不太好 大家自己研究一下 究竟今天的賽事 怎麼樣 和大家看回銀子 都是沒得說的 這隻馬都是要看的 雖然莫雷拉不選他 那看回上一場 比較爭議那場 那 安哥今天都出的 都出的 這場 我就說慘了 我選了最標 得勝門 就是被這隻 標之睿 頂了四重桌 真可憐 看看這隻銀子 看看是否真的 擺得太厚 因為檔位問題 看看他怎麼跑 軍力勁都在 上蒲福滿 今天都跑的 前面快 安哥一早就彈出來 那隻是香港穩勝的 前面是軍力勁 接著是德勝門 銀子現在都在尾三 因應的檔位 擺得比較厚 但莫雷拉也有比 最標在他後面 紅眼罩那隻 上蒲福滿 最後 在這裏尺一尺 看看他沒斷 有些朋友說他沒斷 其實不是什麼 大家自己留意一下 這裏就跑出來 接著那隻最標 更後 雷公座在他前面 他也不是不追 不過你看看那隻手 他這裏就 自己評價 我就不評價 那他真的因應檔位的問題 還有查一下 大家都看到 那隻最標追得很厲害 六十多倍 浪費我一頓心機 就被標之類頂住了 唉 那大家可以看看 這隻銀子 那天收拾過十一檔 今天比較好 但人比較差 即是九檔 當日幾多磅 都差不多 一三三 我記得好像 一三二都是一樣 那他今天是最標 軍力強 然後一站 那些 那些 然後 今天加了寶山精 但是今天的騎士 就變了善恩 那我調查善恩的上名率 只有二十多個百分 即是四分之一 但如果你計馬 你還是要選他 即是當位都是不好的 那他要贏馬的話 或者他要跑到進來 那真的要有些部速的 那有莫雷拉在前面 放下寶山英 有軍力強 那還有一些 不知道快不快的 因為試襲竅軍都快 那 那聖大光輝 一千六就快了 一千四也快了 一千二不知道快不快 那變了這隻 朝九晚五都可以守住 那變成這隻銀子 連續兩場都交到一分百秒幾 即是如果你計算時間 他就是幾穩定的 交到一分百秒幾 即是一分百秒一 一分百秒八 那大家是 那一尺一尺 但是究竟會不會因為 這樣換一換人 分散一下 那些 注意力就有些賠掉呢 那我就 那我都不管了 我都是拿去做膽先 拿去銀子做膽先 那 那第一隻 我先選那隻 那隻最標先 即是 上場我都是買他的 六十幾倍 那今天都是用回 李勁國 但是 他和銀子都是一擔擔的 都是在後面殺上來的 那今天究竟是你放 還是你追呢 如果大家 因為我現在講第一場 拍片 就是第七場 那各位 如果到時真的 你放的 那就要撿回寶山英 那些 或者那些軍力勁 那 隨機撿山 泥地真的要撿山 沒得 估計的 都不知道你放 一陣子 就不知道什麼事了 好像上次那樣 那我就把銀子拖了最標先 那我都要拖一隻 拖五萬九 這隻馬其實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 那些腳發有點像火八俠 那樣直屁脫的 但是呢 他走來泥地試一試呢 我自己也有些未死心 那我都拖了他 拖了這隻拖五萬九 但是血統好像泥地 就好像不是太好的 但是我覺得這隻馬應該 有些少賠率吧 那我愛他 那 二拖一三 其實冷門可以留意一下 這隻腳軍的 他試襲 很久之前試過兩副的 雜就快的 但是今天就撿過十二鋒 所以我就不要他了 那另外就 我愛上四號那隻 軍力勁 上場這樣放了回來的 今天潘頓雖然不其他 那我愛上這隻 那我第七場的心水 個人心水 就二號的銀子做膽 拖三號的最標 一號的招五萬九 和四號的軍力勁 就是我個人心水 希望未訂閱我朋友 按一按訂閱個鈕 按一按鐘仔 有片提示大家一起看 那大家要留意一下 今天本來是跑法護谷入馬的 那將泥地的賽事提早了三日跑 那有沒有影響就不知道 那希望各位都可以贏多些 好多謝了 拜拜